多倫多警方在北約克一間酒店房間 檢獲28支手槍 被捕的男子面臨過8項控罪 馬森怡 北約克一間酒店上星期一 有員工在清潔房間時發現3支手槍 酒店期後報警 多倫多警方搜查時在房內 檢獲另外25支手槍 一個30歲來自鄂泰華的男人被捕 面臨包括28項非法持有受管制槍械罪名等 一共136項指控 這次發現的手槍品牌都是以Glock為主 警方正在追蹤這批槍枝來源 初步發現應該是來自美國南部